我们现在在听的是雨后阳光Raymond Wong的直播节目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记得把直播节目和志祿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句话就说很快就会有班人出来搞张炳梁了 其实张炳梁说的东西我认为是没错的 其实有些东西香港是一定要国际化 但是张炳梁他的看法就是地缘政治紧张 中央是想香港保持国际化的 但是你放松的话又有疑虑 其实他的看法我认为不是很准确 为什么我说他的看法不是很准确呢 我认为你看看中央自己在做什么 为什么我说中央自己也不怕呢 其实有一件案子大家可能前几个星期也听过 就是有一个德国佬 他成功入境北京 他去了大陆玩几天 玩完之后就来香港 德国佬说的东西有点敏感 他做的东西有点敏感 说的东西也有点敏感 但是他在大陆是通行无阻的 因为大陆好像对德国都免签了 现在可以有14天免签 他就能进入大陆境 就不能进入香港境 所以为什么我说 有很多问题是特区政府 或者里面有一群人 他是过分谨慎 他这个不关中央的事 为什么我说这个真的不关中央的事 因为你见微知著 有一件事 说了一些敏感的东西 做敏感的东西的德国人 北京也让他进城 嚴格来说 来到香港就不让他进入 如果你说政治敏感度 北京肯定是一个政治城市 一定是一个应该比香港更加敏感的地方 但是 那个德国佬是可以去北京 但是香港就不让他进入境 所以张炳梁说 北京对放松香港的管治有疑虑 我不认为这个疑虑是北京落指示的 张炳梁就说中央举期不定 其实中央没有举期不定 中央很明确的 对很多东西是单方面开放 如果你有看国内政策的人 没可能 觉得张炳梁说这部分的东西是对的 因为 国内现在很明显很多东西都开放 很多东西都自由 有几样东西我也说过 之前比较过的 搞潑水截才算 搞潑水截 国内 搞潑水截 警察那些都是与民同乐的 公安 民警与民同乐 枪都不会戴的 就一起玩 一起潑水 那些记者也潑了一份 香港不是这样的 香港在2022年的时候 又拉又锁 拍片又说他煽动反政府 好啊 你拍一条 一个拿白卡的人 我不想这样说 不过一个拿白卡的人 他白条哗中取宠的片 你就觉得他 可以危害国家安全 不是吧 这些东西 你说出来 别人也会笑 对吧 有些东西 你一比较就有伤害 其实 国内 其实 我认为很多东西都很开放 很多东西都可以做的 国内其实是 那些人 你看到的 我就算去到青岛也好 因为今年我去了青岛 又去了北京 又去了深圳 整个社会 别人内地的社会 那些人 没有那么压抑 真的没有那么压抑 他不开心的事情 就是那间房子 跌得太厉害了 膝头斩 很多人都是这样 只是那间房子跌了 他不开心 但是其他事情 算了 找到吃就算了 不要那么压抑 其实国内的社会不是很压抑 其实不是很压抑 国内的社会 好了 香港搞得很压抑 哈哈哈哈 滴滴说 中央现在实行对外开放 所以我说张炳梁有些事情 他也解读错了 其实是 风继续高高吹 他说不要说我潑冷水 现在朱兜说事 真的好事 不懂听 不懂分 更加不懂做 我不知道 其实 你想想一下 是不是 香港自己搞 说守国安这道门 守得不好 很大罪的 就像张炳梁说 这部分是真的 但是你说中央 举期不定 我就打个问号 其实国内现在很开放 单方面 勉迁 就算连说敏感东西 做敏感东西的人 都可以去中国看 其实有些事情已经变了 形势 我认为香港有些官员 就跟不上那个形势 我的看法是这样 当然你可能觉得我看错 那么 Camp Line 就说 中央是想香港搞完 国安法23条 就不要再搞那么多政治 专注 搞经济 搞生意 这个也是我的理解 但是 就算 搞23条 也好 也不应该 大挪大鼓 慢慢地搞的 你随便过去就算了 其实本身就是既要又要的 要求 从来也是 既要搞八大中心 也要搞国安 既要搞国安 也要搞八大中心 要求是这样 你现在做不到的要求 我这样说 一定有人说 你胡说 不是 你看看中央的政策 事实上 就像Livio Lee那样说 你只是144小时 免签入境 其实现在不止 现在是可以14天 现在免签是14天的 有很多 护照 譬如跟中国有好一些 国家的护照 西方国家 不是说美国 都是免签的 澳门护照也是14天免签的 现在是去大陆 那你就知道 整件事情是不怕 开放的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是让国际 有人看到 中国是对外开放 高质量开放 让你来看 让你来玩 让你来投资 是不是 还有做了很多事情 国内现在 在微信支付 支付宝那里 是方便了外国有人 譬如他有一张信用卡 他一联合支付宝 他就可以 所以在国内 就用支付宝付钱 扣个信用卡 这些是很方便的事情 你现在做了多少配套 去方便外国人 来中国玩 其实国家做了很多政策 来吸引外国人 现在我有朋友在上海 他跟我说 他们现在 要聘请很多 那些 懂得说不同语言的人 去做导游 一天可以找一千元人民币 做private tour 就是好像 我们有一个听众 叫做EC Hong Kong private tour 在国内 现在也有人做这些 就是外国人来 就聘请导游到处去玩 这也是一个商机 香港有没有搞这些 就是问一下EC Hong Kong private tour 近期的生意如何 哈哈哈 你可以留言 我知道他通常都是听重播的 你可以留言 那麽 那麽 Man Pong就说 市民北上深圳消费 香港资金大量流入深圳 其实 这不是什么问题 有上有落 这件事情 就是国内有些东西 还没开放人来香港的 我的看法就是 有些东西 国内 有很多政策 放了出来 就是 基本上 就是高质量开放 香港就变成了 不断地说 地缘政治紧张 香港八大中心 上一节 有说到 八大中心 全部都是跟国际接轨 和国际联通的 那你 这个八大中心做不到 那你香港有什麽价值 那我想问一下 香港这个地方有什麽价值 是不是 Karen Chan就说 超哥说 中央采立了他的建议 我们先送两只熊猫来 那问题就是 你养两只熊猫 已经很贵了 现在就要养六只 那你要搞熊猫经济 你搞得到就好了 你搞不到就糟糕了 当然我当然想搞得好的 我当然想熊猫经济搞得到 那些人不要看河马去看熊猫 我也觉得好很多 但是 你搞熊猫经济那里 你搞得到 有没有什麽实际的事情 是做到出来的 你 其实说真的 政府的功能也不是 大有违的 在这些事上 不是说不需要政府帮忙 搭棚 要的 有很多东西 但是 可以让商家做 让商家想想 那些商家会想的 你不要弄到营商环境这麽困难 那些商家就会想的 为什么不要弄到营商环境这麽困难 你告诉别人 你这个地方是开放的 你没理由比大陆更紧 这些事情 我看到的事情也觉得很糟糕 尤其是德国路的单 我没有直接拿单来做主题去说的 但是 明显的一件事就是 香港有些东西就收得紧 这些东西你不要跟我说 是中央要求香港收得紧 这是不合理的 中央的政策写明 你要搞八大中心 你搞八大中心 你就是自由多元 才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经常强调一件事 立了国安法 香港还有自由 香港还是这麽多元 香港也有民主 不过民主体现的方法不同了 不断强调这些事情 那你就做好一点 你没理由 让德国佬去到北京 然后离香港不让他进去 这些是很夸张的事情 真的是 所以 RawRaw107就说 祖国是国力提升 已经有足够自信 包容到甘非色彼 当然 就快有经济实现的考虑向外更大的开放 其实现在 国内做很多东西都是向外开放 海南岛封岛 这些我都说过给大家 所以如果你要看国家的政策 你一定要真的去了解一下 你是不是不开放 而且今次 A股的声音 其实有很多是外资的钱 哈哈哈 所以你跟我说 现在不开放的那些 那些不开放呢 你就看看吧 而且你不要收得紧 Nate Riefer就说收得紧易造 是易造但是你的地方会死 对不对 张炳梁说的有些是对的 其实 社会民间有些人都是要 塑造一个更合理的环境 你没理由 好像刚才有听众留言 他说现在吃饭都要说黄岚 大哥 现在已经 多少年了 那件事发生了 是五年了 你还记得五年前那些事情 你干嘛 有些事情不要这样搞 Camp Line他说得对 就是香港是反过来 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 但结果是这样的 輝日人类命共同体 就说叉烧造的八大中心 不是中央要的八大中心 就是国际两送贩中心 接着就是 国际外劳交易中心 输入外劳很放宽 外劳好啊 接着就是 国际劳动力集体失业中心嘛 现在搞这些嘛 其实有些事情真的惨 我也不说 做建筑行业的人 很多跟我反映就是 现在说不行 以前一是饱死 一是饿死 现在肯定是饿死 你说死不死 Easy Hong Kong Private Tour出来了 他说 大家好 近期至年尾都较淡 下年头就多些 跟外国人坐的邮轮要下年初才回来有关 现在主要是靠外国邮轮客 那么 Easy Hong Kong Private Tour 他是做外国邮轮客的 他对这个启德邮轮码头 究竟搞成什么呢 他就最熟悉了 我们一定要找回 帖地的专家来说 其实Easy Hong Kong Private Tour 我记得他有流过很多言 都是说 启德邮轮码头的问题 遲些有机会 或者看看有没有办法 就请他上来说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节目 我觉得还是要多请一些在地的人 免得那些人说我 根本都不懂的 又在乱说 隔岸观火 实际情况 有很多事情 其实是别人反映给我听 我才说的 再说一下 启德简约公屋 又说 其实一个问题 又是信用的问题 你说到底就是信用的问题 你规划 写下的东西 有些东西你可以不做 有些东西你可以改 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不能够把目标都改了 哈哈 你做了一件事 让人感觉 你连目标都改了 这个也不是CBD2 然后还有一件事 就是连CBD1 也很骗骗的时候 你还要去搞CBD3 CBD4 其实那些人 全部都会怀疑 你究竟能不能搞 这就是那个问题 CBD1已经很骗骗 CBD2 给人的感觉是烂尾 对吧 你究竟想怎样 其实 有些东西我都很现实地说 现在有一件事 特区政府是很赶紧的 我认为是很赶紧的 就是一定要那些人 一定要上班 不可以再在家工作 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做的 他只是提供一些誘因的 我上个月 月头的时候 在布里斯本 他们做了一件事 他们做了五毛纸 可以搭公共交通 市中心又够了 多厉害 之前拍了一段视频 就没什么人 10点都没什么人 不是 很多人 就是回去喝咖啡 那些 就是跟同事下来 吹水喝咖啡 就是他用了五毛纸 搭车 这一件事 就回到市中心的经济 现在是 所以 有些事情我也跟大家说 就是 你现在 你要想一些方法 你也要搞活到市面才可以 没错 有部分的人 像我那样 都怕惹到新冠 但是我最多 我自己戴口罩而已 我不是不出街 我是尽量减低风险 我是坐车的时候 戴口罩 其他时间我都照着街 我不是不出街 要那些人上班 其实 都是很重要的 我理解就是 有些部门 现在都不需要 那些人每天都回公司 但是 我觉得现在是时候 叫那些人每天都回公司 做事了 如果不然 你救不了经济 如果不是 其实 当然 有些大机构 他就照样给那些员工 在家工作 但是我觉得这一件事 也是不行的 遲些人都要回公司 那就怎么样了 那Line K88 就是伦敦很多 要2-3天回公司 纽约也是 2-3天 很多要求 但是 我听到那些人说 现在不是 现在公司 要求那些人回公司 回公司 回公司 其实是 其实就是这样的 算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午 可能5点 5点 今天肯定没有节目 不怕跟大家说 今天一定要 到8点 才有丽莎姐 跟我做的晚间节目 可能也是会说 动盟法师那件事 因为现在有人 就说 我们诡辩 其实什么叫诡辩 我也想解释一下 有很多事情不是 变不变 有很多事情 只是把事实的另一面 摆出来给大家看 说真的 就算去指控一个人 你也要给他变白的机会 是不是 让别人说回事实 也不行 原来是这样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 我看到这些情况 我觉得很好笑 我知道 Lucky Bar 对某个KOL 也很有意见 就是说他 他也不认识的 我们这些做了工程 十多年的人 都不会说自己 说到自己什么都认识 那人不知道 做了几年 就说自己什么都认识的 那 Lucky Bar 可能就会上来说一下 那人说的东西 究竟 对不对 好了 算了 那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晚再见 拜拜 拜拜 有点赞 甜的 我 有点赞 你 ac 油 segu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